准时收看 古奇一行者的投资朋友 千万不要忘了 举起你的手指头点三下 第一下给老师按个赞 第二下分享给你身边的投资朋友 第三下按下订阅追踪我的影音频道 行情变化万千 跟着我决胜谈指之间 欢迎收看古奇一样子 我是专业期权分析师邱玉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台子期的收盘表现 今天台子以上涨303点来开出 最低点出现在上午的9点09分 来到20562 而最高点呢 出现在上午的10点08分 来到20714 整个震荡区间总共是152点 现货的成员量稍微增加 来到了4126亿 那么今天老师下的标题是什么呢 叫做有机可循 各位投资朋友 为什么今天老师下这么一个标题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美国公布啊 这个最新的非农就业数据 是意外的滑落 使得市场重新揽起了对降息的期待 那么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 美国股市全面上涨 台子呢也就延续夜盘的走势 开盘就大涨了303点 那么各位投资朋友 其实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台子期啊原本是开高走低啊 而且盘中甚至啊 再度回撤月线的支撑 不仅仅是没有办法通过前波的高点 甚至最后还收了一根大量的黑K棒 使得呢很多人开始认为啊 整个行情还要再回撤甚至跌破月线 才能够到真正的一个低点 但是事实上在上礼拜五的时候 老师在节目里面特别来提醒大家 我说啊这个期交所临时调高保证金 按照过去的经验啊 这往往就预告行情还有向上的空间 所以呢他必须啊要先来做准备 要来降低所谓的杠杆还有风险 所以呢事先做动作 使得呢可以看到 今天行情果然一开盘就跳空上涨了300点 所以我认为啊这一切都是有机可循 所以呢不懂指数的人看到的处处都是危机 真的懂操作有经验的人看到的都是赚钱的契机 如果呢你真的不晓得该怎么操作的话 你可以参考我们的做法 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来看到 今天开盘就大涨了300点 同志朋友你认为今天的行情 到底该做空还是做多呢 给大家几秒钟来思考一下 好时间到 大家认为今天这样的行情到底该怎么操作 我想啊大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原本的看法 可是我认为啊这个行情不是能够靠想象 应该用客观的方法才能够知道今天整个盘式结构 当你掌握到今天的盘式架构之后呢 当行情来的时候你才能够做出最好的准备 所以呢首先第一件事情透过我们的看盘口诀 稳盘靠现货公式看期货 今天早上跳空300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电子期在今天早上一开盘的时候 它的上涨的幅度是不是领先台子也领先金融期 按照过去我们看盘的经验这是属于一个多方控盘的结构 但是呢在另外一方面今天早上在上涨的过程里面 台子的涨幅是落后给大盘 所以呢在公式看期货的这部分呢就表示啊 今天虽然是多方控盘但整个攻击力道明显不足的情况之下 所以结论来了很简单表示呢今天应该采取拉回做多才是最佳的选择 那么各位投资朋友老师绝对啊不是事后诸葛亮 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早上9点03分 大盘开盘短短的三分钟之内 老师会透过台子前五分钟的成交量 大盘第一分钟的成交量 期货跟现货之间价差的变化 还有老师操作的经验给会员朋友第一所的分析 今天台子前五分钟是成交了4628口 是小于过去的五日均量5762口 那么在现货的部分 今年第一分钟是成交了187亿 是大于过去的五日均量163亿 所以在期限货成交量未同步的情况之下 行情延伸度有限 那么早盘呢期限货的涨幅相近 电子的涨幅是领先台子跟金融 那么显示啊多方控盘但是力道有限 我们选择拉回低阶或突破加速点顺势操作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在每天早上一开盘 你就知道今天整个盘式结构 这对你的操作来讲 当然就有相当大的帮助 而不是随着行情啊 往下的时候就看空 往上的时候就追多 在区间震荡格局出现的时候 很容易陷入多空双疤的局面 那么除了了解到今天早上的盘式架构之外呢 当然同时我们能够掌握到 主力开盘的多空动向 对我们的操作来讲 当然就有更大的一个帮助 那么怎么样知道在开盘的当下 主力是做多还是放空呢 同样的这也不是靠猜测 而是有方法的 透过老师的独门指标 就是我的预估开盘价 今天的预估开盘价是20662 各位这是在每天早上台子期开盘之前 系统所计算出来的预估价 等到8点45分 我们把实际的开盘价 跟预估开盘价来做比较 一秒钟就能够掌握主力的通风动向 我们看一下早上的一个截图 今天是5月6号 光束指标预估开盘价20662 那么今天实际的开盘价是多少呢 20685 所以呢当实际的开盘价20685 大于我们的预估价20662 就代表在开盘的当下 多单是大于空单 因为呢 唯有开盘的时候多单比较多 才会把整个开盘价往上给提升 而谁会在开盘的时候进场 当然就不是一般的投资人 而是主力法人或是大户 唯有这些啊 这些主力法人大户 他才会在开盘的时候 积极的来进场建立部位 大部分的人一定是要等到开盘之后 看一下技术指标 看一下价量 再来决定自己的方向 所以呢透过这种方式我们就知道 在开盘的时候 主力是偏多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公布的时间 在今天早上的8点38分 所以各位如果在每天早上开盘前 你能够知道预估开盘价 是不是一开盘就能够掌握主力 今天是偏多操作 所以呢当行情拉回的过程里面 我们就要来寻找一个合适的买点 我们来看到今天呢 我们在9点18分的地方 20615的地方进场做多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 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买进点位 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正价差是正37.19 各位这里为什么非常关键呢 过去我们讲过 价差瞬间放大 瞬间缩小 往往就代表行情即将出现转折 就像今天呢 其实前面正价差大概都在60到70之间 而这个正37.19 是开盘到收盘 正价差最小的点位 过去我们讲过 当行情在拉回的过程里面 什么叫正价差 大盘比较低 台指比较高 当行情往下拉回 大盘止跌 台指还在往下杀 如果你找到这种瞬间收敛的一个 价差瞬间收敛的点位 往往就预告的行情即将反转 所以当老师看到正价差来到正37.19 再次进场做了一笔多单 这个地方呢 各位就是在9点32分 20590的地方 进场做多 你可以看到 这一波上工啊 总共一口单高达了多少 超过100点的价差 有124点的价差 所以今天虽然区间震荡 并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只要你能够透过专业的操作方法 你同样都有机会找到非常好的切入点位 那么呢 今天啊 行情为什么攻不上去 待会老师来跟大家讲 就是因为呢 电子期并没有保持一个强势的状态 所以呢 当电子期转弱之后 这代表今天行情没有持续上工的一个条件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来找它的关键转折点 那么同样的道理 这里正价差是今天最小 那哪里是正价差今天最大呢 各位就是在圈起来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瞬间来到了正91.65 这是从早上开盘到缩盘 正价差最大的点位 同样的 什么叫正价差最大 为什么它会反转 如果当行情持续上涨 大盘涨不动 台子还在冲 是不是正价差瞬间扩大 就表示台子有什么超涨的现象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10点20分 206.85的地方 再次进场来做了一笔空单 这笔空单啊 摆到今天啊 收盘的时候 一口单也有100点价差的空间 所以今天不管你是想做多 还是想放空 你只要能够透过老师的一个盘式分析 搭上我们操作的一个指标 还有技巧 不管行情是涨是跌是多是空 你都有机会把行情变钞票 我们来看到有图有真相 早上9点18分 5月7日目前20615附近 搜讯后市价做多 再来呢 新商9点32分 新商买进5月7日目前20590附近 搜讯后市价做多 这就是我们的当充智能指标 多空智能指标 投资朋友是不是常常在盘中下跌的时候 进场放空 结果行情马上反弹 当行情在盘中急涨的时候 进场做多 结果行情又出现反转 行情震荡明明不大 却被扒过来扒过去 只要有多空智能指标 就能解决你的困扰 每天开盘前 透过系统运算 找到近期成交密集区 与盘中转折点 透过程式计算出 近日盘中多空关键价位 当行情突破多方关键点 就会加速上涨 跌过空方关键点 就会加速下跌 只要掌握多空加速点 就不会在盘中浪费子弹 让你操作更简单 获利更轻松 我们的当中资争指标 点位非常的明确 绝对没有什么正负10点 或是正负20点 这种模糊的扣讯 都是当下看得到也做得到 而且老师每天都按照行情 来调整参数 还有出手的策略 这样子才能够保持一个 最佳操作的一个稳定度 我们再来看到 今天上午的10点20分 5月期止目前20685附近 搜讯后试驾做空 这就是我们的旗指当中最佳工具 阴眼预判系统 每天早上8点35分 胜负已定 掌握阴眼 掌握关键 我们的阴眼预判系统 除了每天早上开盘之前 把会员朋友挑选出一道 最关键的压力 跟最关键的支撑之外 如果在盘中 还有更好的一个切入点位 譬如说价差瞬间的变化 即使原本的压力跟支撑 没有来也没关系 中间如果有价差瞬间的扩大或缩小 老师也会来通知会员朋友 就像今天就能够顺利的空在最高的点位 所以今天不管行情如何变化 其实你只要掌握到方法 操作真的可以非常的轻松 用程国际头部 秉持诚信 专业 客户至上 领先掌握市场先机 阵容坚强的知名分析师 一流的研究团队 专业扎实的研究分析 为会员创造一流的技巧 成就市场一流的口碑 永城国际头部 拥有完善制度 顶尖一软体设备 恶富投资准确性及时效性 用心对待每一位会员 提供精辟独到的投资建议 我们是您永远的依靠 我们是您投资的不二选择 永城国际头部 用诚信专业创造绩效 一通电话财富翻倍 一通电话兴旺无限 永城国际投雇 入会专线 02-2563-9777 02-2563-9777 除了早上在9点03分 我给的第一手报告之外呢 当9点20分左右 有越来越多的资讯进来 我还会整理一个 更详细的多空关键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 开盘强势扫描 首先第一个 就业数据意外疲软 恐慌指数滑落 美股走扬 创近期新高 那么第二个 大盘月线开始转折向上 技术面转为为安 延续盘间走势 那么第三个 台子的未平常量 在礼拜五的时候 只有7万口左右 筹码动能有限 挑战前高有难度 那么第四个 早盘期限或涨幅相近 多方攻击力有限 盘是容易陷入震荡 我们看一下结论的部分 今天的电子 领涨态势如果不变 还有上行空间 但期货筹码动能偏低 短线易震荡 院线之上有利多方 拉回可留意买点 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在每天早上9点20分左右 你也能够收到我替会员所准备的这些资料 我相信你就能够比隔壁老王 更快掌握今天盘面上所有的多空重点 包含了技术面 包含了筹码面 包含全球股市的涨跌 通通都在里面 不用像过去一样 有多单的人只看利多 有空单的人只看利空 如果你只是找寻自己想要看的资讯 基本上只是在找安慰 你只是希望市场上有人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可是这对操作来讲并没有真正的帮助 我建议你跟我一样 每天同时吸收多空两边不同的资讯 这样子你才能做出最准确而且最客观的判断 从现在开始不用自己辛辛苦苦的找资料 你只要动动你的手指 打开你的LINE加入我的ID 我的ID是小老鼠SS168 小老鼠SS168 只要加入我的LINE 就算你现在还不是我的会员 留下你的联络电话或是直接打电话进来 助理会来帮你做设定 早上的时间就能跟会员同步接收到我的讯息 今天不管你是想做多还是想放空 只要能够了解到当天的盘式结构 自然就能够趋吉避凶 更重要的是这些资讯完全免费 也可以扫描上面的QR Code 直接来订阅我的频道 只要最新的解盘影片 最新的教学影片 都能够得到第一手的推播 我们再来看到 这张类鼓分时走势图 在盘中观察这个盘的强弱 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我们来看到 今天白色的这条线就是电子旗盘中的走势 粉红色这一条呢 各位就是金融旗 中间橘色的这条就是台子旗 那么今天为什么当它往上突破的时候 我们不去追价 重点就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交叉 当今天行情在急涨的过程里面 电子旗不仅仅是没有跟着上涨 反而呢快速的下跌 从原本的老大落到的老三的局面 所以呢在公式看期货的这个条件之下 就表示今天不是一个强势的攻击形态 所以呢我们才会在这个转折点啊 进场来通知会员来做空 所以各位老师是不力分射我的看盘的技巧 跟大家来做分享 但是呢我希望啊 如果你真的有时间有条件 可以慢慢的学习 慢慢的琢磨 但是如果你真的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来看盘的话 把这个工作通通交给邱老师 我会用我的专业来带领大家 每一天进场来做一个最专业的操作 我们再来看到 行情来的时候选股票不如做指数 各位投资朋友 在上上礼拜大家还记得吗 市场上都在讲什么 都在讲重电对不对 可是呢上礼拜 每个老师讲重电的声音是越来越小 为什么 因为它已经跌了一个多礼拜 那么上礼拜大家开始讲什么 讲的就是营建股 但是呢现在营建股看起来也不太妙 也是岌岌可危啊 所以呢每一段时间 大家讲的股票都是当时上涨的股票 但是最后又是又套了一群人 所以呢内股轮动的速度 不是我们一般能够跟得上 做股票我认为还是啊 有一点运气的成分存在 但是呢这一波的行情 从什么 从这个上个月 四月二十二号到现在你知道吗 已经涨了一千点啊 这个时候你想想看 看一下自己手上的持股 在这一千点上涨的空间里面 很多人的股票是没进则退 不仅仅是没有跟上脚步 反而还是得退路 所以呢 行情来的时候我常常告诉大家 选股票不如做指数 这段时间你做指数就像今天啊 虽然震荡区间不大 但是只要有方法 你都有机会把行情变钞票 我说过 这段时间是这两年来 最适合做指数 为什么 因为波动变大 你只要找到一个好的工具 找到一个专业的老师 其实你赚钱的机会 会远远跟你做股票啊 有非常大的差距 做股票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等待 等待行情喷发 但做指数每天都有机会 我们再来看到 在道琼指数的部分 我们说过啊 它出现了一个大底的形态 那么呢 上次很多人都觉得说 美国股市涨不上去 可是事实上我说啊 如果今天它很弱的话 在第一次挑战月线 它就应该灌破 可是你可以看到 挑战一次 挑战两次 第三次 事不过三 果然往上做突破 更重要的是 这里已经出现了一个 底部形态 你可以看到 这里算是一个圆弧底 这里算是一个快速下沙回撤 再反弹 所以底部的迹象是越来越明显 我们再来看到除了道琼之外 NASA的指数 现在也出现一个N字形上攻的态势 那么另外呢 S&P500也是一样N字形上攻 所以美国股市开始油落转强 底部慢慢的在浮现 我们再来看到 在A50的部分啊 更是在上次突破月线之后 盘整一段时间持续往上做挺进 虽然这两天表现并不好 可是呢 它还是维持着一个盘间的态势 更重要的是 月线开始慢慢的转折向上 所以美国股市跟中国股市 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 现在技术面都保持着一个正向的发展 我们再来看到 在加权指数的部分 今天呢 虽然收了一根上一线 但量能啊 还是持续的放大 更重要的是 它仍然维持着一个上涨的态势 并没有跌破开盘价 我们再来看到 在指数的部分 台子期现在月线在20305 各位投资朋友 现在大家很多人都在思考 到底有没有机会来挑战前波的高点 这个地方 我们要从两个面向来做观察 一个是外部条件 一个是内部条件 外部条件就像刚刚我们所说的 美国股市 中国股市 技术面明显的转强 那么呢 内在条件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价量形态 要维持着一个价涨量增 那么再来呢 我们来看技术面 技术面呢 你可以看到 上次这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支撑 使得形态出现了333的对称走势 那么呢 这一次你可以看到 今天跳空开高之后 还好守住了这个关键的支撑点 这个地方就是上次16号 跳空大跌的一个缺口 那么呢 上次回补缺口之后 回档 然后再往上突破 那么今天开高之后 顺利的回补 而且是完全回补之后呢 又展开了一个新的技术面的一个发展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来看 在期指的一个未频差量的表现 未频差量这几天从69380 昨天呢 来到上礼拜我来到70362 那么今天呢 再度增加来到了73198 刚刚讲的外部条件没问题 内部条件就是筹码 一定要动能不断的在累积 73000多口 虽然是比上市增加了3000口左右 但是我认为还是至少要75000口以上 如果未频差量能够持续的上升 而且突破75000口 搭配美国股市持续反弹的话 这个高点我认为是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呢 从技术面来讲 从期货筹码的分布上来看 这个地方啊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套牢的卖压 但是呢 行情总是千变万化 怎么办 没关系 今天我们做指数从来都不要选边站 你只要有方法 都有机会把行情变钞票 如果让时间回到今天早上的8点45分 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让时间回到今天早上8点45分 你能够透过我的策略 能够掌握一开盘 就知道主力是偏多操作 当行情拉回啊 看起来好像还要再回撤 事实上我们在这里进了一笔多单 那么呢 当这里出现正价差来到最小的位置 老师也观察到 在9点32分 20590再次进场做多 那么当行情急涨 也许看涨的人会认为啊 今天有机会持续大涨 但是事实上 这一段呢 我们已经赚到了100多点 而这个地方 正价差瞬间扩大来到正91.65 已经隐含了行情即将回档 你看不懂 没关系老师会来告诉你 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反手做了一笔空单 206.85 果然行情就开始出现了拉回 这笔单也有100点价差的机会 今天不要多 每一次出手啊 不管是这两笔多单 还是这笔空单 我们用最基本的获利点数来算的话 每次出手用两口台子来做当中 今天不仅仅好法无伤 还有机会赚超过300点的价差 所以呢 做指数是不是非常简单 因为你只要掌握到关键的方法 如果你想知道明天开盘的时候 主力是偏多偏空 想知道哪里是好的切入点位 哪里是当天最重要的拐点 现在立刻打电话进来 明天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 想要当赢家就要找专家 市场上大部分的老师都在讲股票 真正对期货有专精 只讲期货的只有什么 只有邱老师一个人 所以你想要找到最专的老师 就立刻跟着我们一起来操作 行情变万千 决胜就在弹子之间 让我用最专的方式 带你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市场一直都在 行情天天都有 只要保持对交易的热情 找对老师用对方法 你就能够东山再起 最后老师祝大家 天天做期货 天天有收获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